臺灣東部花蓮縣 今早六點五十二分 開始到八點五十分 短短兩個小時內 發生超過二十次的地震 當地所廟宇的屋頂 被墜落的石雕砸中 嚇壞路人 慶幸的是 這一連串的地震 沒有造成傷亡事故 但民眾表示屋內搖晃明線 許多物件掉落在地上 臺灣氣象部門指出 今天的多次雨震 規模介於里是三級到五點二級 花蓮在上個星期三到星期四 曾經發生兩次五點四級的地震 今天的群震屬於漁震 預計未來一個星期還會出現 但是花蓮民眾不需要擔心 因為當地過去數十年 很少出現五點五級以上的地震